我再请问一个问题 生计起飞 钻石行动方案 3月26号出炉了 这个 这个 方案的参与人 我的资料上面 是四个 行政院首席科技顾问 就是您院长 翁院长 还有一个中研院院士 以及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董事长 朱敬一 中委员张静福 还有经建会的主委 陈天之 四人团队 历经三四个月的辛劳 一个的杰作 希望能够成立一个规模600亿的 生计创投基金 然后 在这个整个一个方案里面呢 是有四大项 有四大项 一个是生计创投基金 一个是产业化研发基金 一个是成立一个食品药物 管理局 一个是推动整合型育成机制 这个对于这个案子 院长 您应该参与 您应该了解啊 那么但是呢 这600亿的创投基金啊 希望投资在生计产业 十年内创造一个新的兆元产业 李嘉童教授在报上写 国家不能再陷入高科技的迷思 如果将生物科技看成学术研究 他举双手赞成 但如果说生物科技会促成 几兆商机的工业 是不负责任的讲法 即使在先进国家商品化都非常困难的 在我们国家南上加南 我想请问院长您对于他的一个 一个一个看法 我知道您对于我们的生计产业 是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但您对他这个讲法 你觉得会不会 会不会到最后 钱烧光了 没有成绩 我是不同意这种讲法 不同意这种讲法 好 因为健康产业 根据预测五年之后大概有四兆美金的市场 您大声一点 您说怎么样 健康产业 健康产业 就是医疗健康产业 医疗健康 在五年之后 全世界的市场大概有四兆美金 四兆美金 对 四兆美金 那其中有一半就是所谓生计制药 生计 您刚才讲了制药 对不对 生计跟制药 生计跟制药 包括药 医疗器材 医疗器材 我们先去讲医疗器材跟制药 还有农业生计 还有农业生计 这个大概有两兆美金的市场 好 您讲的两兆 我就想起来了 对 生物科技产业 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是跟半导体产业 被列为两兆双星的计划 一个是DRAM 对不对 半导体产业 结果 台湾所有的DRAM厂从2006年到2008年止 它所缴的营业税只有70亿 这个数字建一个DRAM厂的成本大概要1000亿 所以它这样这个数字还不及一家厂商单计的亏损 现在的生计产业 以我们外行人看起来 它的发展是停留在门槛很低 利润更低的学民药跟低阶的医材 不是您所讲的高阶 是不是 所以你希望现在外来采的是高阶的医材 那你学民药 你认为我们不应该只用利润更低的学民药 是不是这样子 也不是这样子 你希望研发其他的 可是这个生技产业 我想院长你也应该很清楚 他的研发时间是要很长的 是不是这样子 他的投资规模要很大的 可是他失败的风险呢 也是很高的 是不是这样子 也因此我们国家在发展这个未来的产业 在对世界其他国家竞争来讲 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我们的利基在哪里 如果我们在面对外国这样竞争 我们没有办法发现我们的利基 跟我们的优势的话 我们这个钱投进去 投进去 结果会怎么样呢 搞不好就烧掉了 就没有了 我比如我讲这个方案 另外我们去讲这个方案 因为主席又站起来了 生技 你这个方案里面有四大项 其中有个生技整合育成中心 你说可以搭配 搭配这个衣材 就是衣材干我们讲的祖北的 你要做高阶理财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呢 要跟这个制药为主的 国家生技园区 就是南港的 是不是 说神情成一个生技产业的聚落 带动周边产业 一个在南港 一个在祖北 你现在想的 你们讲的生技整合育成中心 是准备放在哪里 我不知道这个聚落是怎么形成的 对那个是有一点虚拟的做法 虚拟的做法 对生技整合就是 你一个重要的发明出来怎么往下走 这个中间牵涉到很多很多地方 有的是法规的问题 有的是技术问题 我知道 这个你说一个整合 有的在国内 有的在国外 所以他们有一个固定的地址吗 还不晓得虚拟的 还在研你当中是吧 好 没有关系 不一定都要同样一个地方 一定要有一个地方 所以地方 你说造成一个群聚的一个效益 一个聚落 所以我都要知道这个聚落 那一方面只是服务 服务的 不一定全部都要在同一个地方 但是要有人去协议 我现在就要请教 两个问题我要请教 这四大项里面成立生技创投基金 600亿 初期当不需要600亿 国家40% 假如600亿的话 424 40% 民间希望六成 这个创投基金 是不是又是我们立法院监督不到的 因为你国家只有40% 民间是60% 然后要成立一个顾问管理公司 去成立一个专业的 这个投资的团队 投资国内外 获利比较高的一个产业 院长您知不知道一个状况 这个投顾 投资的顾问者 专业管理公司 是只赚不赔的 是不是 你创投基金 你成立一个专业的公司 然后这个公司再负责去投资哪一个 投资错了 钱就烧光了 投资 钱烧光了 顾问公司 没有影响 因为他一定要拿一层的用意 拿一层的这个手续费 对不对 投资成功了 他要分红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专业团队是只赚不赔的 投雇的这个资金呢 很可能烧掉 就算烧掉了 这个专业团队 他是赚钱的 今天我们从经济部 太多这样的现象 我都很好奇 将来 我再给我点时间 否则这样 这样这么 这么 这么一个具有高度的一个知识性 一个科学性的东西 还要叫我们委员做十分钟 这在搞什么 我们在监督什么东西 我要提出严重的抗议 我要提 我要跟院长讲 你这样一个 我要怀疑 这样一个专业团队 是不是又要有我们的研究员 或者以后外调了 在外派了 去做这个董事长了 做总经理了 是不是 再拿一个高额的 会不会变成这样子 你这个钱这样烧下去 我跟 我为什么要严重的 因为这个还没有成立 对对对 我还特别提醒院长 因为你是首席 你是最重要的人物 我们看看开发基金 你要从开发基金里面 找出 找出钱来 开发基金 从2006年 开发基金 是跟中美基金合并起来 目前规模是2000亿 我们看看 我这边有张表 踩地雷的 还不是所有的 不是说开发基金 投资到所有的 我只是这张表里面 只是什么 只是华阳史卫林 台湾神龙 同宝 月美 红达科 理想大地 台湾高铁 保利来 桂域 现在更名叫中龙 只是这几家公司 这几家公司 华阳史卫林 大大的弊案 你们晓得了 他投资的是 开发基金 投资8.73亿 8.73亿 赔得光光 一毛钱都没有 台湾神龙 是一个生技制药公司 8.74亿 投资在里面 亏了7亿 我这边所有加起来的 投资是78.32亿 但是亏掉了54.37亿 这我还不是把所有的资料拿来 这投股公司 因为你还没有成型 因为还在构思状态当中 虽然三月已经讲了 我要特别提醒院长 这样子一个东西 包括你第二个 我说一个重点 我先不要讲食品药物 这个产业研发中心 你要推动一个 整合型的育成机制 这个育成中心 跟你那国家生技园区 里面的育成中心 这里面有转易医学 跟育成中心 这个育成工程 跟那个育成中心 到底这两个区别在哪里 也许你说 那个是整合比较多 像你刚才所讲的 那么前面这个南港的 这个育成中心 它可不可以包容 把你现在讲的推广 整合型的育成中心的机制 也放在 加强在南港的育成中心 可不可以这样子 就不会有资源重叠 这个情形嘛 是不是 可以这样做 因为 对不对 我想我这讲话应该对的 我们现在育成中心 泛滥到什么地步 经济部统计 跟生计有关的育成中心 40多所 40所 如果我们再限制成 制药产业相关的 12所 这么多的育成中心 讲的好听 是生计产业机会增加 讲的难听 生计产业 尤其是研发制药业 投入大规模的研究经费 跟院长报告 您很明白 我们全国相关的资源 全部凑在一起 不如国际的一个大药厂 所有资源加在一起 不如国际的大药厂 何况是你分散了资源 你的生意转意中心 就是你的南港的 这个中心 研发为止 投入42亿 可是关于这个 转意中心呢 目前我们了解 国家跟发展 转意医学研究中心 有关的机构 有台大国家级的 转意医学中心 有陈大医院的 生意转意研究中心 有四家 卓业临床的 试验中心 有中研院的 基因体的研究中心 所以报告院长 我要告诉您这一点 提出来我的忧虑是 这么多的 制药生计的 包括这么多的 生意转意中心 我们要注意 真的有没有 资源重复分配 跟其他研究机构 资源总和 整合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黄伟员 你去超过十分钟了 我知道 我马上就要收藏了 本来还有一个问题 您觉得 我刚才提的问题 是不是值得 您回去好好考虑 这也是我私下 跟你再三提过的 我会仔细去看这一些 国家的资源 有限 真的已经没有那么多的 没有那么多财力 可以去浪费 既然比不过别人 我们小而美 砖而精 不要把它分散 好好发展一样 让我们足以 在世界上 非常感到骄傲的 一个什么什么 忠心 好不好 哪怕生计 不要那么多了 包山包海 锁定一项 但是资源集中 不要再弄那么多了 好不好 还有一个问题 没有办法了 我也问不下去了 报告我们的副院长 你回去跟我们的行政院长 讲一下 资源的分配跟整合 很重要 也协助一下院长 一起怎么来处理 好不好 顺便跟你一起报告 我一直遗憾 身为作为一个 资深的立法委员 我一直遗憾的是 永远没有办法 在执行台上 做一个深入的 大家做一个深入的词询 互相的对话 让我们的民众了解到 到底我们立法院干什么 所以永远立法院被污名化 以为立法院只会拍桌子 是这样吗 不是的 我们不晓得 我们立法院什么时候 才能够改善这样一个 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意代表 能够深入问证的一个 一个地方 让我们民众了解 立法院的委员 是很多不一样的 不是像外界所想象的 也希望院长能够了解 谢谢